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黑人男孩坐在教室里 却被老师严厉斥责给赶了出来 只是因为他交不起学费 在马拉维 很多人都尚不起学 整个地区只有2%的家庭能享受用电 接收外界信息就只能听收音机 他们看天靠地吃饭 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地里的烟草和咖啡豆 威廉算幸运的 爸爸靠家里的收成 把他供到了小学四年级 但今年收成不好 80美元一年的学费 还得看今年能不能种出粮食 因为干旱天气即将到来 收盐草和咖啡豆的老板提前来了 还压低了价格 尽管村民对子不满 但也不得不接受 威廉一家平时只能吃玉米磨成的面团 几乎顿顿都是 生活已经很拮据了 这下威廉上学的希望算是破灭了 都已经穷成这样了 还能再穷吗 当然能 威廉所在的村子迎来了最艰难的 西荒年 村民们为了挣钱 把村前的大树通通砍倒 卖了出去 可他们不知道 这些大树为他们的庄稼 抵挡了多少暴雨和泥石流 很快 厄运来了 大雨不停 引发了洪灾 土地被淹没 种的庄稼都泡汤了 好不容易等到雨停了 迎来的又是无尽的干旱 没有了树木 土壤不能储水 土地均裂 作物被晒秧 接下来一年都种不出粮食了 可家里的存粮最多只够一家人吃70天 爸爸每天都去地里除土 希望庄稼能长出来 威廉都看在眼里 他知道上学是不可能的了 但他渴望知识 就只能去偷偷听课 下课后去城里运来的垃圾里 找着能用的垃圾 被物理用 这一天 威廉在垃圾里 看到了一个东西 仿佛看到了全家人的希望 你可能不信 这个连饭都吃不起的男孩 凭借知识 改变了全村人的命运 威廉无意见看到物理老师自行车上的电灯 想偷过来晚上学习 却发现 这灯不用电池 只要踩动踏板 就发电发亮 这道光 让威廉毛色蹲开 为什么不发电 抽取地下水来灌溉农作物呢 但这里压根没有电 他只能去垃圾里 找找看 有没有能用的垃圾 黄天不负有心人 威廉找到了 废旧的蓄电池 水泵和一些电线 问题又来了 他不懂发电原理 去找老师 老师只让他去图书馆里 找找资料 破旧的图书馆里 想找一本书不难 威廉一边学习 一边研究 很快 他找到了最好的发电方式 风力发电 在马拉维 最不缺的就是风 但发电装置还没来得及做 家里就传来了噩耗 发放粮食的队伍来了 粮食不多 吃晚了 想买都没有 爸爸不在家 妈妈只能让威廉去 路上 村民们为了粮食 拳脚相向 粮仓里 村民们蜂拥而至 而家里 混混们无情地抢走了 所有的余量 全家就只剩下 威廉带回来的 三十斤粮食 但这哪够吃啊 父亲无奈 只能商量着 一家人每天只吃一顿 还得省着吊吃 没想到隔天 姐姐就只留下一封信 和老师自行车上的 直流发电机 人不见了 他说 这样就少了一张嘴吃饭 无人知道 发电机的事 不能再等了 他约上小伙伴 先做个实验 用捡来的胶管做扇液 拆掉收音机里的 马达和电池 连接电线 再打开门 风扇转动 收音机竟然 真的开始运作了 他成功了 但是动电泵抽水 需要更大的发电装置 威廉 真的能成功吗 黑热男孩 拿着自己做的 风力发电机 告诉爸爸 他可以利用风力发电 爸爸半信半疑 黑热男孩接着说 弄一个大型的发电机 就能从井里 抽取地下水 灌溉土地 种出农作物 但是要借用爸爸的自行车 拆掉轮子 切断车架 爸爸愣了 他质问儿子 这里每天都有人饿死 你想用这种破玩具帮大家吗 男孩回答 我可以 我读过书 我比你懂得多 爸爸怒了 一掌掀翻了他的发电机 但无论他们再怎么努力劳作 干旱的土地里 依旧不见一株绿苗 男孩找来朋友 想要抢抢爸爸的自行车 但人多也抵不过爸爸的凶汉 爸爸倔强地认为 祈祷总能带给他们庇佑 这时妈妈出面了 他们已经失去了太多 父母 土地 甚至女儿 爸爸的倔强没有给家人带来好运 而是不断地失去 为何不相信一次奇迹呢 爸爸被说服了 他把自行车给了男孩 开始组织全村人一起 在村头的井边搭进了巨大的风车 风车转动 电池开始蓄电 终于水流了出来 黑人男孩成功了 爸爸激动地拥抱着儿子 他们再也不用 这么高兴 子都延xe 优优独奥 我在家里给下来 老后 从那里来 我又买了 比如说 花坏 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